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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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了 戳起铃声一响起 今天直递一般的 冠影和伙伴们 背好器材 迅速奔跑上车 40歲女性車禍喔 這次冠穎上班日朝 準備趕到案發地進行勤務 從事消防救護是三年 目前是EMTP高級技術救護員 採訪這天剛好是醫療務員團隊到隊上指導 冠穎就住在正中央仔細聆聽 上完課他跟我們分享高救隊最特別的地方 只有四個高救隊才有的器材 然後他是多工程型的生理監視儀 他所屬的永級高級救護隊 有別於一般消防隊 平時沒有打火任務 只有專責救護 雖然冠穎年紀不大 但也看過很多生死 有一天凌晨接生了一個新的生命 就是在現場接生一個小朋友出來 這天上班就是又四小時內上班 然後就送走了一個長者 就一天下來就是 迎接了生命的誕生跟生命的結束 因為那種心情其實有點複雜 我想說好不容易接了一個 然後晚上就送了一個 狂見救援必須在四分鐘內跟死神搶命 每次順利救援 婚姻就覺得一整天都很值得 救回來當下很好耶 就是有一種就是我成功了 講比較私底下就是我成功了 我成功把這個人救回來 那時候家屬是很開心到不開心啊 然後留戀的那種情況 我覺得那個感覺也很開心 婚姻在對上是萬綠從中一點好 因為個性好相處 大家一起出任務出勤 訓練體能 她也不會因為是女性而有怠惰 新的一年開始 她也許下願望 新年願望 繼續救人 好 平安下早 婚姻說自己從事上班工作後 年年願望都一樣 平安是福 依舊正在第一線又專業守護民眾 пис 一共 一閃 三 三